截至2023年底 我国有60岁以上的老人 达到了2亿9700万 占人口的比重为21.1% 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2亿1700万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4% 我国的老年化 就老年人口规模巨大 老年化进程速度快 应对人口老年化任务重 这要三个写出特征 据我们调查了解 大多数的老年人 还是愿意选择居家养老 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那么我们要顺应这一需求 为居家养老要提供一些服务 提供 家庭施老化改造 建设一些智慧性养老床位 提供老年住餐 就是解决老年人的吃饭问题 养老机构上门服务 住位 住医 特别是要对 空草老人 孤寡老人 要建立探访关爱制度 积极发展 社区的切入市养老服务机构 发展老年人扩动中心 发展老年食堂 我们要让老年人在家门口 就可以养老 在家门口 就能够享受到便捷的养老服务 有随心度 存购 过账 依然老当 生会 活着 出会 温暖 出会 完成 出会 出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